長沙環一間中學發生懷疑欺凌事件 一名身穿白色體育服的男生 在課室內起飛腳 一腳踢跌穿著冷衣的男生 他隨即站起來 不過仍未站穩時 施襲的男生再次出擊猛扯 穿著冷衣的男生就像生魚般踏落地 其後他就跪在地上被扯頭髮捱鬧 片段在網上流傳後 引起一眾網民的嘩然 涉事的中學九龍工業學校回應查詢時說 已經在星期二早上報警處理 同時已經立即安排吩咐老師和社工 支援受影響的學生